在蓝沧江湄公河流域,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的部分农村地区供水设施严重短缺,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问题突出。 中国团队如何为蓝梅流域农村居民引来甘泉。3月22号,正值世界水日之际,记者走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听蓝梅甘泉行动技术团队讲述他们的故事。 蓝梅六国的,我们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一个农村供水的一个现状,泰国和越南稍微好点。 那对于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来说,他们的农村供水的发展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那它由于水资源的,虽然它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但它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它存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性缺水,还有它没有相应的水质进化、消毒、设施这些不到位,导致它一个水质性,水质性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 蓝梅肝泉行动于2020年初正式启动,预计到2022年底,将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完成8至9处集中供水释放工程和50余处分散供水释放工程。 改善饮水状况需在当地建设取水点、蓄水池和供水管线,配套净水设施设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技术团队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只能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完成现场勘察、设备安装调试和现场培训。 原计划的话,我们肯定每一年要有可能三到五次的出国的安排,然后到现场去实施的。 但是因为没法过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是要依托当地的中资公司或者什么相关的当地的外方的机构来去具体的执行。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老窝的朗博拉邦省的蒙威县,建设了一个示范工程。 第一次检测这个出场水的水质可能还有点问题,他们在这个消毒,饮油水消毒这块,加药量如何的控制,这块当地的人员缺乏一些经验。 所以呢,就是又把这个相关的操作的说明给他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吧,把这个刚才提到的,刚开始的这个水质问题给解决了。 然后我们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地了。 截至2021年底,项目团队已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建成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技术示范点二十余处,建成后保障约7000名居民的饮水安全。 甲燕男说,虽然没有到达现场,但是从视频里村民的笑脸中,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净水设备为他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从这个跟他们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村民觉得呢,就是饮水卫生的这个条件,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改善。 通过这个饮用,清洁的饮用水,他们这个饮水治病的情况,出现的概率就减少了很多。 还有因为他们就是减少了这个,节约了这个取水的这种劳动强度。 这样的话,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经济吧,就是包括一些庭院种植啊,或者一些情绪养殖这方面。 它这个比例可能是在80%左右。 蓝梅肝泉行动的意义不止于此,乌小梅说,作为亲身参与者,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与蓝梅国家的紧密连接。 今后,作为水利技术人员,他们也将继续积极参与到蓝梅合作中来。 起码从渊源上来看,我们的确同盈一江水,然后其次呢,从一些生活习惯,从他们当地很多习惯, 其实跟我们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相近的一些地方。 特别是有些,你看它现在的一个农村供水的状况,其实跟我们早期,在我们营兽安全这个规划实施之前的, 其实还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觉得也是把我们的一些已经进行有的经验,甚至有的教训,就是放到当地去用。 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些合作中去,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中国的技术带进去,也是为我们区域的一个共同的这个合作可持续发展,做出一点点小小的贡献。